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立刻住院 经过详细的检查 确诊为帕金森是症 医生还告诉詹雅文 这种并没有药物可以根治 只能通过药物延缓病情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他感到震惊无比 整理好心情后 詹雅文决定勇敢去面对困难 开启了漫长的治疗 身体出现巨大的问题 在梦想上 他也没有耽误 在临近圣诞节的时候 再次登上小巨蛋看演唱会 看到詹雅文的执着和坚持 粉丝们也纷纷发文鼓励 称会陪着他共同走下去 演唱会之前接受采访 詹雅文提到患病后的情况 不用延缓类的药物 给身体带来很大副作用 因小脑出现萎缩 对身体的掌控力变差 坐在那里看电视 也会突然向左边摔倒 脑袋撞得生疼 腿伤手伤都是受伤后的瘀青 初次之后 消化系统和排尿系统也受到影响 喝下去的水无法转换成尿液 胃酸也不再分泌 只能通过吃药来促进消化 帕金森是病 让感官变得迟钝 医生也告诉詹雅文 如果不吃药控制的话 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他透露有时晚上睡觉 会突然停止了呼吸 每次都在睡梦中惊醒 开始对黑夜产生恐惧 心情也逐渐变得烦躁 还曾前往精神科检查 后面发现只是压力太大 再加上身体状况不好 才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鼻患这样的病症 只能通过吃药来缓解 可在按时服药之后 药物的副作用相当明显 几乎超过了他的想象 有时候头疼非常严重 他甚至想往墙上撞 几乎没有了生活品质 嘴巴也不再分泌口水 基本上是吃什么吐什么 由于平时经常跌倒 下了连地上的石块都不敢踩 甚至想每天躺在床上算了 对于未来的计划 詹雅文也直言不讳 表示自己每天都在倒数日子 还签下了放弃急救和捐献器官的同一书 就连离开后的事情 他都提前给安排好了 做好随时离开的打算 自己没有什么遗产 只在台北有套房子 到时候拍卖捐出去 还说不想办葬礼和告别仪式 就这样突然的消失 似乎也是很不错的事情 对于生死的事情上 詹雅文的心态非常豁达 在她的心目当中 最希望的是树脏 让自己成为地球的养料 用另外的方式 继续爱着这个世界 实在不行海葬也可以 詹雅文还告诉身边的朋友和粉丝们 等到自己死去后 他们可以买上一盘质子花 无论放在哪里都好 希望那些关心自己的人 可以闻得到芳香 而不是沉浸在悲伤之中 拖着病重的身体 詹雅文武度现身小巨蛋的舞台 要完成她的愿望 以及对音乐无限的热爱 为服部长陈时中也来到现场 坐在那里为偶像加油打气 在开眼前还特意去后台 跟詹雅文说一定要加油 大家都会守护在她的身边 当天恰好是圣诞节 她为演唱会准备了四套华丽的服装 一口气唱了50多首歌 还请来了几位圈内大咖 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詹雅文还相当幽默地提到 能成为演唱会的嘉宾 不是自己前世的丈夫 就是自己前世的小王 让粉丝们开怀大笑 将氛围推上了最高点 有位90多岁的粉丝 迈着颤颤巍巍的步伐 也亲自跑来演唱会现场 为詹雅文端来燕窝补身体 让她感到很暖心 詹雅文还在现场透露 有位矮晚期的粉丝 没有来得及听到她录给对方的话 对此她感到很抱歉 忍不住哭出了声 她还提到有些人对自己的误解 说艺人为了赚钱 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做 可詹雅文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关心粉丝们 和更多身处贫困家庭的孩子 在最后 她多次感谢粉丝 感谢大家一路的相伴 正如她演唱会的宣传语 一起逃开吧 将那些难过和不开心的时候 统统抛到脑后 此刻自己的生命中 只剩下音乐和大家的热情 在患病这段时间 詹雅文也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和父亲的关系逐渐破冰 父女俩僵持多年的心结终于打开 原来詹雅文出生的时候 母亲不幸遭遇难产 由于自己是女孩子 并未受到父亲的重视 只提出要保护好母亲 这成为她受伤的开始 在成长的过程中 也没有得到太多关爱 放在詹雅文的心中 她认为父亲丝毫不在意自己 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下 她将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音乐和工作上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没有怎么和家人联系 亲情关系比较淡薄 可是这次生病之后 全家人都特意跑到台北看她 父亲也首次拥抱了女儿 这样詹雅文非常感动 意识到家人对自己满满的爱 她向记者表示 一直以来 都认为父亲并不爱自己 可在生病了以后 父亲第一个拥抱她 还鼓励说没关系 疫情做得很棒了 要好好保重身体 尽快地好起来 詹雅文这才知道 家人是很爱自己的 只不过不善于表达 有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詹雅文也在努力地抗病 还在积极治疗的同时 在小巨蛋举办演唱会 她强调自己绝对不能早走 把父母孤单地留在世界上 这是很长时间内 她给自己的牵绊和坚持 但是医生却劝她放平心态 詹雅文碰到危险的概率 要比平常人高很多 哪怕是接受了专业治疗 也无法保证究竟能活多久 尽管如此 詹雅文还在努力地坚持着 医生建议她五年后开脑 在内部植入芯片 用于指挥身体的活动和机能 已经遇到了这样的挫折 詹雅文也只能保持平和心态 医生对病情的预测并不相同 她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 不过这些并不重要 她决定把当下的每天过好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带着父母和弟妹出门旅游 哪怕有疫情 无法跑太远 也会在台湾的景点多转转 趁着自己还可以走路 詹雅文想给自己和家人 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即使病情不是很乐观 詹雅文依旧在努力生活着 还在网络社交平台 积极和关心自己的网友互动 经常开直播和粉丝聊天 在有次直播的时候 她还提到有关自己生子的传闻 原来有位好奇的网友 曾认真的询问詹雅文 是不是曾经有个小孩 在此之后就传出很多的谣言 有时候她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被詹雅文秘密藏在身边 还有说在孩子出生后 就被送到了国外 甚至还有送给弟弟妹妹的版本 这样的消息 让詹雅文忍不住大笑 同时也向大家澄清 说自己并没有小孩 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 可她认领了一群孩子 给他们带来很多温暖 同时也希望猜测可以停止 毕竟谣言是很厉害的东西 传着传着 有时就变成了真的 不过对于这样的消息 詹雅文也完全不介意 很幽默地表示 感觉很有趣 对自己也没有造成伤害 只当作是善意的玩笑 同时她还公开了感情状况 称自己依旧保持着单身 并没有遇到合适的另一半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 经历过挫折和磨难之后 才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 在生病之前 詹雅文的状态总是很紧绷 似乎有无数要追求的东西 忽略了身边的美好 听到医生宣布病情 她当时还以为只是玩笑 结果真在自己的身上发生了 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之后 詹雅文忽然开始觉得 似乎轻得像阵风 也是很不错的事情 她认为每个疼痛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也提醒着她 要注意健康问题 将自己的步伐慢下来 用更加积极的心态 去面临未来的挑战 经历生活 身体的大难关 詹雅文还推出新专辑 幸福过敏 开始调节自己的心态 还感性地表示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当中 都会伴随着疼痛和难过 无论是身心或者心灵 只不过在生命每个阶段 疼痛的感觉都不尽相同 年少的情况 成立后的压力 始终在如影随形 这正是在提醒我们大家 走在路上的时候 不要着急 多去看看身边的风景 享受生活的美好 好友许常德 也为她加油打气 知道她健康早就亮起红灯 希望经过科学的治疗 身体状况可以尽快好转 许常德还提到 自己或许是詹雅文 唯一可以诉苦的人 自然盼望好友赶快好起来 受到病痛的折磨 詹雅文也开始尝试新东西 和朋友共同完成些事情 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 就连许常德也是很惊讶 只要是放在从前 詹雅文可不会这样 敞开心扉地去交朋友 她更喜欢独立去思考 大概正如詹雅文说的那样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要有不一样的态度 始终不变的是 应该学会去热爱生活 珍惜每分每秒的时光 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